一年一度的中共政协人大两会刚刚召开 与往年相同的是 由中共组织推荐的党内人士垄断的各地人大代表纷纷进京 但与往年不同的是 就在两会前备受关注的广东省乌坎村 刚刚完成了村委会的直接选举 乌坎村直选的完成 无疑给人大再次提出 为何目前不能实现各级人大代表直接选举 人大发言人李肇星3月4号声称 中国地域辽阔 人口众多 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 有些地方交通不便 一律实行直接选举还有困难 李肇星的说法受到学者和网民的反驳 美国中国反政治迫害同盟主持刘英全认为 这些理由都不成立 代表应该是直选的 应该通过竞选 不应该他们指定 就应该由老百姓直接来选出 这样他们只选就不采态什么交通问题 也不采态什么地域辽阔不辽阔问题 那些都是不成立的东西 而网民纷纷发问 既然地方人大代表可以人手一票选出来 为什么放大到全国就不行 如果交通不便是理由 那么北京上海等交通便利的城市 为什么也不能直选 和中国一样幅圆辽阔 地方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俄国 印度等都可以直选总统 中国为什么不可以 根据现行选举法 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省自治区直辖市 社区的市自治州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由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 不社区的市市匣区县自治县 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由选民直接选举 但是实际有参与经验的人表示 目前实施的地方人大代表直选 被地方官员破坏 没有依法进行 前沈东大学教授孙文广 2011年11月 以独立候选人身份 参加济南市立城区 人大代表选举 遭到当局监控打压 那我们很多人参加这个人大代表选举 去年参与了北京市昌平区人大代表选举的律师 因此更高层的人大代表的代表性无法得到保证 刘英全认为 中共最主要的问题不是用哪种选举形式 形式都是无所谓的 你搞人民代表大会制也可以 是它的本质 它本质上一直没有真正的搞那种选举 它是走过场 就是共产党推出候选人来 然后大家都过场 我们应该批评的 应该反对的 不是它的人民代表大会制 而是这种虚假的 这种走过场的这种民主 根本问题就是共产党要坚持一党专政 要垄断权力 要垄断官员的任免的权力 深圳大学政治学教授张涛也向媒体指出 关键问题在于中共高层选择不选择直选 如果他愿意选择 那李肇新给出的理由就不是理由 在技术上完全可以针对国情 来设置对应 新唐人记者朱志善 上燕李若林采访报道